杭州不仅是军队的运势和草政典 并且伤亡 那我们会发现 日本的这一个政策 它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就说在1945年 现在我们在屏幕的正中间 所看到的两个主要的建筑物 放在原型 原球型的肯利艾斯的建筑 这几天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了 原球型的 就是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杭州老百姓就特别形象的 叫它大金球 而从空中看的 大金球旁边的建筑 形似半个月亮 杭州市民的叫这组建筑 叫做御月同归 月亮就是杭州大区院 杭州大区院 也是前江新城建成的 第一座建筑 它是杭州城市建设 从西湖时代 跨入前唐江时代的 标志型建筑 在刚刚我们介绍的 原球型建筑和 半月型的建筑的对面 就是前唐江的 前唐江的主案 是杭州国际国案 它是G20杭州峰会的主会场 今天下午呢 20国际团领导人峰会 就在这里开幕 还有五个阶段的会议 闭幕式的十多场活动 会在这里举行 本届杭州峰会 有望达成近三十项 主要成果 成为历届峰会 成果 最丰富的一次 现在我们看到前唐江两岸 灯光起餐 G20的主会场所在地 二十多年前 还只是 毗邻杭州时区的 一个小县城 而如今 这里高新技术企业云集 经济总量 接近两千亿元 一千亿元 一色湖光 万寝秋 醉意是杭州 好 下面我们马上 进入晚会的现场 尊敬的各位贵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为欢迎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一次峰会的贵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女士 举办大型水上 情景交响音乐会 现在 让我们随着音乐 一起走入这幅 风姿绰约 气韵辉煌的月夜化